为民间乡新街村华山街的道路 因路面不设至今年久失修 现况历清路面老化 破损捐猎 对此在经地方澄清后 县岸员蔡同志也协同县长许舒华 前往实地会堪 我们的新家村华山社区 也能说是在我们经过 在我们民家庄内 能说是社区驱住人口是非常密集 也非常多的 那有很多的这些华山巷的一个巷道 早期也都是这个 虽然有哭过我们的柏游路 但是呢也因为早期在剖析的时候 也都没有这个再重新再翻修过 所以我们现在路面也开始有一些的 这个颗粒的剥落 那也是因为渐渐的封城 越来越高 所以也很感谢到我们的蔡宗志议员 跟我们的这些村庄 所以我们这些代表大家非常关心 希望跟我们这些社区的党工友 将近日报和组织的路面来铺设好 另外此巷道连接张栏路 除了车辆来往频繁 车速也较快 民众也于现场提出转角处 红线画质等部分 对此现场徐初华也表示 将会听取名义来改善 那尤其呢我们连接张栏路这个路口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乡亲出入的道路 那车辆车速也比较快 所以乡亲也建议我们在转角处 一定这个红线的画质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不然时刻要出现时 这些是出现到张栏路这 车辆就非常快 这也非常危险 所以在这个后续的一些的细节 我们在施工之后呢 都会把这些的 乡亲关注的事情都会把它做好 那也谢谢我们蔡议员 争取了一百多万 我们做一个 这个路面的一个改善的工程 县议员蔡宗志表示 此乡道路面蒲蛇至今 年久时修多出破损 特别感谢县长许舒华 对于地方的关心 能够率领县府团队 前来会看病人都改善 华山巷 这些AC路面 这些AC路面 从以前以来都一直峰山起来 导致这些路面的水 都管理在我们家里面 这会我们很感谢到 我们许县长 亲自下乡来 在我们新街村 华山巷这些 这些水面 要来会扣这些堵路 就是要把这条 这种水面的堵路 AC路面的当中 要来降低 水都摆在摆水稿 没有管理在我们的民材里面 也很感谢我们市政上的用心 特别也要感谢我们财政的 陈宏明代表 和谢资料代表 也都来在县城 在关心这条路面 目前此路况除了年久失修 路面有军列 沥青薄落等现象之外 因先前施工不良 导致目前平坦度变差 严重影响拥入人安全 县长徐初华在会抗过后也表示 将会一并改善 保障民众行车安全 记得中军民间采访报道